你在 我也是比较觉得安定 那必须的 我也是啊 其实 声声不息嘉年华第二主题下半场 节目第四期歌单出 歌曲数量不多 男队和女队的竞技也正式开始 现有的12位常驻 7位是男歌手 5位女歌手 所以女歌手数量上还会增加 而男歌手上宋亚轩后期会缺席 女歌手会来一位天后 所以男歌手女歌手最终数量上会持平 宋亚轩缺席的原因也和马家琪一样 他们的商务活动会比较多 前期来也是为了引流年轻观众群体 在节目已经在更多年龄段群体扩大知名度之后 宋亚轩会和马家琪一样 在后半赛程部分的主题缺席 第二主题下半场也开启了竞技模式 歌单如下 鹿港小镇 韩红独唱 VS孙男古剧机的龙 黄启山 欲可为演唱《玫瑰玫瑰我爱你》 VS周深汪苏龙合作的《爱的公养》 王欣凌 龙儿古纳 我的家 VS胡彦斌 宋亚轩 《蛋壳的最美》 两个队伍的合作曲目是 谭维维 陈楚生演唱的胡广生 第二期主题下女队获胜 女队全人合唱《Noo Boy》 目前的男队歌手有 胡彦斌 孙男 陈楚生 汪苏龙 周深 古剧机 宋亚轩为常驻 女队的歌手有 韩红 玉可为 谭维维 王心灵 黄启山 女歌手数量相对薄弱 从人气角度讲 男歌手人气也更高 所以 节目和宝岛季一样 开启了下半程赛集 邀请一位天后级别的歌手来正场 这位歌手也就是之前网络曝光的 香港天后林一连 林一连是华语乐坛雕竿性质歌手 她出道时间甚至找过很多的宝岛歌手 虽然她后面的音乐作品数量 没有宝岛四位天后的音乐流传那么宽泛 但她的位置和她的高度是 很多女歌手所不能及的 她和宝岛季的莫文蔚的定位一样 她会在宋亚轩缺席节目之后 开始作为常驻嘉宾加入节目 而节目也就真正开启了 男队六人女队六人的对战模式 女队在有了林一连加入后 整体阵容上更为殷实 节目的受众群体也会变多 女队也有了比韩红更前辈的歌手 整个嘉年华的第三季节目 在歌手阵容的分量上也加强了 节目后面会一直保持12位常驻 两位飞行歌手的形式 飞行歌手的分量 也会根据节目的期数而变动 前期飞行歌手可能会偏年轻流量一些 后期会偏向更多前辈实力歌手 以常驻嘉宾们观看第一期的真人秀开启 嘉宾们以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来 审视自己曾经的表现 有趣 生动 鲜活 在抽离与在场之间形成一种张力 格外具有说服力和娱乐精神 这也是生生不息出圈的原因之一 他总是做好了各种平衡 真人秀环节 丝滑流畅没有卡顿 对华语乐坛过往的科普 沉稳而有力 在舞台表演的呈现上精致而精彩 而嘉年华首期节目一经播出 就赢得了大多数人的点赞声 他既与港乐季和宝岛季一脉相承 气质相近 又格局大开 气场惊人 在对中国流行音乐百年历史脉络的梳理中 生生不息 嘉年华以红歌 民谣 经典影视 Ost 80 90年代潮流金曲 串联出了一幅华语流行音乐 丰富多彩的壮美画卷 12月9日 第二期节目播出 从利益上来说 他聚焦千禧年后的 华语流行乐坛的发展 从结构上而言 他分为致敬唱作人 彩琳时代组曲 奥运时代三部分 与第一期节目不得已的碎片化相比 第二期节目显然更加系统 完整与严谨 三大板块风格各异 各大歌手轮番上阵 为大众呈现出既相互独立 又融于一体的流行音乐主题秀 其中 最讨喜的应该是彩琳时代组曲 节目组的切入点准确而生动 时代特征明显 当年的时代潮流已经成为对过往的美好记忆 鲜活的反差感通过舞台的呈现 而淋漓尽致地凸显出来 大众的怀旧情绪通过三首代表歌曲的撩拨 而趋于高涨 那个年代的点滴与当下的碎片化交织在一起 魔幻 超现实 而又接地气 与前一板块的稍显厚重相比 王心灵与汪苏龙的表演 似乎有着四两波千斤的效果 尽管当年的潮流与前卫 在今天看来有些幼稚和搞笑 但当王心灵再度唱起她的那首第一次爱的人 当汪苏龙把那首小女生的 爱呀爱呀表达成流行摇滚 当两人合作的老人鱼海 似乎依然还留有MP3的音质音效史 谁又能说 当年的沙马特发型和QQ聊天记录 就只能代表一代人的青春懵懂和年少无知呢 而华语流行音乐 显然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 正是在这层意义上 生生不息节目尤其显得必要 它在让大众发生怀旧杀的同时 又何尝不是一种用流行音乐的形式 包装好的历史资料呢 1.影子 介绍歌手2024宣布重启和生生不息3 即将播出引发的讨论和期待 必提及观众对于节目的期待和担忧 怀疑阵容是否能带来新意 2.节目概述 介绍歌手2024阵容 及相关节目组成员 并描述生生不息3的节目组 着重介绍知名画师乌和麒麟的合作与重要性 3.节目亮点对比 分析生生不息3先导片备受好评的原因与利益 引入九重利益的概念 必谈论歌手2024的阵容争议与节目组的意图和诚意 强调期待观众理性对待 5.观众态度与媒体关注 分析阵容争议和观众期待的交汇点 强调节目组的诚意和努力 必总结媒体和观众对歌手2024和生生不息3的关注焦点和态度 6.总览节目意义 利益和阵容引发的讨论与期待 呼吁观众理性评价和支持节目必重申节目组的用心和努力 期待观众对节目的全面表现给予理性评价 文章大纲已按照您提供的故事大纲 进行了分段和逻辑顺序的安排 将事件起因 人物名称 事件结果 分别置于影子 节目概述和节语部分 用以引出节目的概述 亮点对比 乌合麒麟的设计 观众态度 与媒体关注等核心内容 当代综艺节目的持续吸引力 不仅在于其娱乐性 更在于其对文化 艺术和个体表现的探索 近期 有芒果TV宣布重启的歌手2024 以及备受瞩目的《声声不息3》 成为了观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 《声声不息3》的宣布 也激发了观众的兴趣 先导片的出色表现 以及背后蕴含的利益和格局 赢得了广泛认可 这一节目 与知名画师乌合麒麟的合作 备受瞩目 乌合麒麟作为艺术领域的翘楚 其参与为节目增添了不少期待值 在节目亮点上 《声声不息3仙岛片》备受好评 主要源于其独特的利益和构思 其中的九重利益更是引人瞩目 这种文化内涵和深刻的寓意 为观众带来了强烈的震撼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赞誉 然而歌手2024的阵容争议 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关注 尽管存在争议 但观众能依然看到了节目组的用心和诚意 尊重阵容选择的同时 人们也期待着这一节目 能够在意图和诚意上有所突破 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 观众态度和媒体关注 围绕着对这两个节目的期待和关注展开 虽然阵容争议不可避免 但观众能对节目组的诚意和努力 表示理解与支持 这两个节目的意义 利益和阵容选择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期待 媒体和观众也期待着这两个节目 能够在播出后得到公正与理性的评价与支持 总的来说 无论是歌手2024的重启 还是生生不惜三的宣布 这两个节目都成为了 当下媒体和观众关注的焦点 观众对于节目的意义 利益以及阵容选择 表现出了高度的期待和关注 而节目组也在用心和努力中 展现出对于观众的尊重和承诺 期待着观众能够以理性的态度 对待这两个节目 并给予支持与鼓励 再次观众